現在這段時間呢 是希望將自己一些喜歡的歌送給大家 就好像下來以下這一首歌 本來在我演唱會裡面呢 導演說不讓我唱的 但是我跟他說 為什麼他不讓我唱呢 他說怕沒有反應 他說怕觀眾沒有反應 因為下來這一首歌呢 並不是在我唱歌的生涯裡面 其中一首的所謂的金曲 又或者是一首大家很熟悉的 一些戲外的歌曲 甚至乎我以下來唱這一首歌 有部份的朋友可能是沒有聽過的 你之前有沒有看過當然聽過 但是有很多觀眾沒有看過的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呢 我也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在今晚一定要唱這一首歌 主要的原因 是我希望 除了唱歌啊 跳舞啊 之前呢 其實有很多演唱會 大家都會看到 慢慢又去學打鼓啦 吹聲鼓風啦 甚至彈琴呢 都試過為大家表演 但是我覺得今年呢 是例外 我覺得是 我不再表演那些 因為我已經做過 所以今年 我破天荒 做了一件很特別的 就是 做了一首歌送給你們 所以你說 這首歌 怎麼可以不唱啊 就算沒有反應 我都要唱的啦 當然我當然是希望 觀眾朋友 給我多一點反應 當然我都不去的嘛 好需要 就是這個歌手 我不是很需要鼓勵的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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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這首歌 不是一首大打的歌 甚至乎這首歌 拿上來打的時候 都不有很高的播放率 不過不要緊 能夠站在這個舞台為大家唱 而大家又給我這麼多反應 我已經覺得很滿足 所以日來呢 大家準備好了嗎 是不是在那套出現的時候 大家也會給我很多反應 真的 好多謝謝大家 今天來的這首歌就是由我 郭富城 為大家作的一首 我覺得是代表了我和我之間的這首歌 歌名叫做《阿波》 多謝